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紧接上一期,今天呢就是今年黑五视频系列的第二期 优衣酷我觉得全年度所有 我只推荐这两款 分享的呢就是除了一些奢侈品品牌 或者说奢侈品牌电商以外的一些 我觉得今年呢特别值得去关注的活动 然后大家从我今天穿着的整体的一个舒适程度 应该也能感受出来 今天要分享的这波东西呢 我觉得都是价格会稍微比较亲民一些 也更加日常 品类上除了服饰之外呢 还会有一些家居啊生活啊运动方面的单品 然后今天视频发布日期 估计刚好就是感恩节 所以呢在视频开头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那过节的话 我自然而然是会给大家准备好礼物的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依然有礼物要送出 至于具体送什么 我还是会放到就聊到它的时候 再来跟你们分享 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来参与 然后让我们其他废话不多说了 赶紧进入今天视频的正题吧 先来分享运动类的单品好了 运动类别如果说只能够选出一个牌子 来跟大家推荐的话 那肯定就是Lululemon了 我自己包括我跟老田嘛 都是他们家好几年的忠实粉丝 那先给大家感受一下我自己艺术里面 究竟有多少他们家的运动legging啊 然后运动bra这些 给你们感受一波 然后这些都还不是我拥有的全部 可能有一些现在还躺在我们家的洗衣机里边 因为我跟老田平时都有运动的习惯嘛 所以呢运动类服饰这方面的需求呢 还是挺大的而且Lululemon他们家运动类的单品设计 我觉得无论是功能性还是舒适性 真的都特别的好 那这么多的单品我也不可能说全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吧 就先跟你们分享一些我近期穿到最多 包括我近期新挖掘到的一个酷型 因为我自己最近不是练普拉提比较多嘛 所以呢就会对比较适合瑜伽以及普拉提这类型的单品呢 可能回购的更多一些 就比如说Align系列里面的这个Tanktop 我之前不是买过一个这种黑色的嘛 然后是V0的一个设计 真的特别好穿 尤其适合穿去做瑜伽阿普拉提这些 所以最近呢我又回购了一个 然后手上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high neck的款式 high neck的款式我觉得穿在身上它相对来说就多了一种优雅的感觉 弹性跟包裹度我觉得都刚刚好 不会让你觉得说完全没有支撑 但是呢让你做起动作来又是特别free的 另外的话呢就是为了搭配它这个颜色 我又回购了一条Align的这个legging 这个深灰色我觉得在冬天穿真的超级好看 尤其是你们看 把这两个颜色放在一起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搭 都是那种非常温柔的色调 那Align系列的legging我自己真的是已经有非常多条了 除了唇色系我还特别喜欢买这种渣染的款式 尤其是在春夏的时候穿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活力 那Align的legging也是我真的目前为止穿过所有不同的品牌 舒适度真的是最高 它的那种包裹感真的是恰到好处 包括除了平时运动的时候 你日常生活里面拿它去把它当普通的legging来搭配呢 也完全没有问题 另外一条最近我挖到的新的裤型也是让我上身特别有惊喜感的 它同样是一条来自Align这个系列里面的裤子 但是呢它设计的是裤脚威拉的款式 这个裤子上身显得你的腿就是巨长 很神奇的是它也不会说特别强调出来我那个比较粗的大腿 反而是让人看上去特别匀称很有修饰效果的一条裤子 而且这种裤子我觉得就是不仅仅说你可以穿去运动 你拿它去搭配日常就秋冬天的一些毛衣也是非常好看的 这件毛衣也是最近我在它们官网上面被模特图给种草的一件 非常高领的一个设计 但它的高领整个是很宽松的 平时穿的时候你可以超高领这样子来搭配 或者说也可以把它稍微的翻下来一些 加上它的体积感你搭配上前面那条裤子 就会反衬得你大腿更细了 其他一些可能就是针对比较像是力量训练啊 或者说跑步等等这些的单品我就不在视频里面多说了 我会把我平时特别喜欢穿的一些都分类好吧 然后给大家总结好 放到视频下放到信息栏里面 包括前段时间我不是还跟大家推荐了 他们今年新出的这个训练鞋吗 那之前视频也有详细的测评过 我会把对应的视频内容吧 也都链接放到视频的下方 伤口类的话有两个单品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迅速的来反馈一下 前两期视频刚跟你们分享我 才入手不久的Our Place的这一个锅 那从我到手之后到现在 你们感受一下它底部的一个感觉 我跟老田真的每天都在用 目前用下来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不好用的地方 我之前视频发出之后有收到搜伙伴留言说 觉得特别不好用的说会黏锅啊会怎么样 但我自己用到现在真的觉得还好 有可能就是我没有在用它 去做一些特别中式的那种爆炒啊 呛炒这些菜 在家它颜值真的是高啊 所以我自己是还目前来说还挺满意的 唯一让我小小不爽的就是当时跟你们分享玩 然后就发现他们官网就已经在做黑舞的活动了 这个锅好像直接七折 然后我当时就是全价买的这种 七折我自己呢又额外下单了一些东西 因为我发现他们网站上新上了一些特别漂亮的餐具 就是碗碟 尤其是那套砖红色的颜色 所以呢我就没忍住 那部东西就等我收到之后呢 maybe在黑舞战利品开箱这种视频呢 再来跟你们分享 第二个呢就是云金他们家的扫地机器人 去年的时候不是跟你们推荐过他们的T10吗 那个T10也就是当年被时代杂志评为2020 Best Inventions的一款 脱扫一体的扫地机器人 然后今年上半年我们搬家之后其实也是把他搬到这边来了 到了新家之后呢 他也就是一直负责我们一楼的一个清扫的工作 然后今年呢云金他们在T10的基础上面又推出了一个新款 更加智能的一个型号叫做Freal 那这个新款的话在我们家我们也用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总的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相比于T10就是会让你感觉清扫的逻辑更加的强大了 首先它工作模式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 一个就是自定义的模式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今年新的一个更加智能的叫做精灵托管模式 先说说这个自定义模式好了 自定义模式里面呢它一共有四个模式可以选择 单独扫地 单独托地 先扫再托 托扫同时 新款有一个圆圆的触控瓶可以左右滑动来操作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那自定义里面的四个模式呢 边托边扫我觉得肯定就是最节省时间 最高效的但我个人平时用的最多应该还是先扫再托 因为干湿分离的这种操作模式吧 就能够做到我个人认为更加深度清洁的一个模式 有一个非常解放双手的亮点 就是除了说它延续了上一代那个可以自己自动回去清洗托布之外呢 你比如说它扫地的时候 它的托布是会自动抬伸上去的 然后托地的时候呢 它的滚刷也会抬伸上去 两边的边刷呢也会靠后 这样的话就是不会对已经清洁好的地方造成污染 这个设计点是不是特别的智能 然后那个精灵托管模式的话 我觉得相对来说呢 就会更加的省心省事 你完全不需要去设定任何东西 就一键开启 第一次用的时候 它还是会就直接先mapping一轮嘛 就把你房间的整个轮廓啊布局 在你的手机app上面就绘图绘出来之后呢 它就会按照整个地形 然后自己去设计那个清扫的路线 路线方面的话 就还是延续了上一代那个 弓形清扫的路线 但新的一代 它清洁的那个重叠区域 明显就是更加大了 扫地的时候 线路上面大概是会有 五厘米这样子的路线重叠 然后拖地的时候 大概是有14厘米的这种重叠区域 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 更加大的程度上去 保证了它清洁的彻底 而且在清洁边角的时候呢 我发现这个新款它还有一个 沿边清扫 就是扭屁股的那种动作 这个动作就保证了你 墙角啊边缘的盲区呢 也都可以cover到 除此之外的话 应该就是新增了一个 污水识别的系统 就它每次自己回去洗托布的时候呢 它会检测 就是当时那个托布的一个脏的程度 然后决定洗托布的时间 以及说需要自动添加多少的清洁剂进去 再根据每次就是清洗完托布之后 那个污水槽的一个状况 来自我判断说 这个房间还需要再拖几次这样 哦另外还有新增一个功能 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的 就是它每次清扫任务完成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托布的烘干功能 同样是会自动的去烘干的 大概是4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 把托布烘干之后 它也能起到一个 就是抑制细菌生长的这种作用嘛 清扫时候的那个噪音程度 我觉得相比于上一代来说呢 又降噪了很多 尤其是当你选择降噪模式的时候 完全不会打扰到你的日常工作 无论说是老田在自己的office 还是说我在楼上 几乎都是听不到它的声音 然后你每个房间之间的那个坡度 只要不超过20毫米的话 它都是可以轻松地去越过去的 然后楼梯什么的还是照样 都可以检测得到 所以呢这方面呢也不用担心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个新一代呢 就是更加智能 然后在功能方面呢 更加的强大 也更加彻底的去解放你的双手 服饰方面呢 要先来给你们分享 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一套 这个的话是Lily Silk 他们家的那个羊绒的套装 其实去年我是不是就已经 跟你们分享过 当时我是有一套白色的 真的就是因为太好穿 所以今年呢 我又来了一套这种深蓝色的颜色 它真的是那种只要一降温 我就会很想要穿的衣服 超级的柔软轻浮 而且呢保暖度又高 并且呢穿在身上又不会有那种厚重感 整个人看上去纤细苗条有气质 而且本身纯羊绒的这种衣服 看上去质感也是无敌好的 好像在前两期的那个Vlog里面 应该也有出现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上半身其实是一个连帽衫的这种设计 穿在身上整体就是休闲 然后又很简铃嘛 下半身呢是比较高腰的一个直筒裤装 整体是比较宽松的 对于腿型方面也是没有任何的要求 而且这个navy blue的颜色啊 你们看真的很显肤白 相比于白色来说 我觉得我会更加喜欢这个颜色 尤其是拿到实物之后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套装 真的不仅仅说是你可以居家在家里面穿 外出穿也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一个套装 你外面比如说再去搭配一个大衣 其实也是很合适 我们家真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在秋冬天 喜欢穿羊绒的这种材质的单品 闹闹也超级喜欢 你们看它身上的这件 羊绒的狗狗小毛衣 是不是也还蛮可爱的 而且一旦我身上穿这种 尤其是这一套羊绒的套装的时候 它就一定要坐在我的衣服上面 可能觉得才足够保暖吧 小狗真的是很怕冷的那种 那Lily Silk他们家的衣服 我也是已经穿了几年时间了嘛 除了说羊绒类的单品 另外应该就是 针丝类的单品真的也都做得很好 然后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 就是我手上这一条小黑裙 它是一条 我真的已经找了蛮长时间的一条小黑裙的 非常非常的复古跟经典 那这类型的小黑裙 其实之前我看过就蛮多大的牌子 且不说价格有多贵之外啊 我一直都没有找到那种比较平领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手上这一条的话 就是完美符合我心中对它的要求 我觉得穿在身上相比于V0来说 就会更加的优雅 蕾丝的细节也做得特别漂亮 并且呢 腋下的部分做得也蛮上的 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遮腹乳的作用 整体上身的一个感觉是比较宽松一些的 尤其是在腰腹位置呢 也很有空间感 所以呢就不用害怕说会显得小腹突出这种 那这种小黑裙我觉得它设计灵感 其实就是来源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那种复古小黑裙 无论是单穿 亦或是作为咱们秋冬天的一个内大单品来搭配吧 都特别的合适 那我外面穿的这件奶白色的针织西装外套呢 它是一个纯羊毛的这种针织的面料 同样也是非常柔软 但是呢 它是很厚实的 穿在身上你会觉得说它很轻浮 但是呢 它的轮廓也是非常的漂亮 真的特别的温柔精致 而且呢 它这款它是自带一个这样子的继带的 无论说是你把它敞开 或者说是把它系上 都很好看 而且当你系上的时候呢 又能起到一个 就是你身材比例的效果 天气再转冷一些之后呢 你外面还可以再去叠加一个厚重的 长款的外套 加持一下它整体的一个气场 也是特别实穿又耐看的 除了衣服之外 我觉得衬黑五这种时候呢 另一个特别值得一看的 就是这种纯羊毛的围巾 而且是非常大的这种设计 这种大片的围巾 我觉得在秋冬天 它的用途就会非常的多 你既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披肩来搭配 也可以穿出那种很大气的斗篷的感觉 然后再穿一些比较厚重的大衣的时候 它又可以变成一个 有容量感的 有堆积感的那种围巾来搭配 平时晚上在家就看电视的时候 你觉得稍微有些凉的话 也可以随意的就把它披在身上 在我看来就是很实用吧 而且他们家作为就是纯羊毛啊 或者说纯羊绒的这种单品来说 定价呢也不算高的 那说到居家舒适这方面呢 就不得不再一次强烈的跟你们安利 我最爱的真的没有之一的 胃酷的品牌 叫做Los Angeles Apparel 也是我应该前两年就有跟你们分享过了 真的是我目前穿过所有品牌里面 我觉得在舒适度以及时髦度 就是酷型整体的那种时髦潮流程度 能够做到完全坚固的 然后他们家这类型的胃酷 在网站上面选择真的特别多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 我只推荐这两款 先给大家看黑色这款好了 黑色这款去年还是前年 我是有买过一条那种紫色的 它的材质的话 就是里外都是姚立荣的这种材质 很厚实 非常非常的保暖 是我觉得说不仅仅是 只能在家里面穿的 你外出穿一些特别运动休闲类的搭配 穿它们完全没问题 另外这两条的话呢 它们的材质是一样的 我入了两个颜色 一个比较偏青灰色的颜色 另外这个就是纯白色的 纯白色这条我真的 上一次其实我也已经买了 但因为穿脏了 它整体材质方面也是挺厚实的 但是相比于黑色那个两面姚立荣的 它就更加的柔软 外面是这种很柔软的棉的材质嘛 然后里面呢 同样是做了家容的设计 反正就是真的又好看又好穿 实名推荐给你们 唯一的话可能就是 它们真的一年到头 几乎都不会打折 maybe也就是黑五的时候 可能会额外送一点小礼物什么的 但我还个人蛮喜欢这个牌子 因为这个牌子就是洛杉矶的一个品牌 并且呢 它们所有的生产啊 也都是在洛杉矶 网站上面还特意有写说 所有的访工啊 职工他们的薪水呢 时薪都不会低于16美金 大概就16到25美金这样 然后也会提供保险啊 401K等等这些 所以呢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支持的一个 这种small business 接下来就是优衣库 我觉得全年度 所有的合作系列里面 我最最喜欢 满意度最高的一个系列 也就是他们今年 就秋冬天跟那个 Mam Crotch的一个联名系列 这个联名系列 我也是入了好几个单品 真的没有一件踩雷的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个系列 它就是能够非常完美的去展现 女性身体的那一个优雅 以及非常柔美的一个曲线 先来跟你们分享 这一个大方领设计的 短款针织衫 上身超级显气质的一个单品 不仅仅凸显你脖颈这边的线条吧 因为它是一个很立体的 螺纹pattern 然后加上本身那个 3D一体的成型的技术 就会让它显得特别的修身 然后去贴合你本身的一个 身材的曲线 整个收腰感呢 也是特别漂亮的 另外跟它搭配一起的 我就还入了同系列的 这一个高腰的半裙 这条半裙就穿在 我这个162的身高上面 是属于比较偏长的一个款式了 但这两个单品穿在一起 整体的那个效果 简直太绝 而且半裙在你身上那感觉 你觉得它既是修身的 但是呢 丝毫不紧绷 这样子的一套 你就单独穿 然后你比如说 搭配一个颜色 稍微跳一点的包包啊 或者靴子 就已经非常好看 就是日常的 不费力的时髦感 然后这次的话 所有单品我都特意入的黑色的 因为我感觉 怎么说呢 黑色还是在秋冬天 最不费脑去搭配 然后又最好用的一个颜色了 除此之外的话呢 我还有买一个 就是这种自带胸垫的 一款 我觉得在秋冬天 就是可以作为一个 非常适合的内搭 很喜欢很喜欢它的点呢 就是设计的领口 真的超级无敌的大 让它完全隐藏在你秋冬天 一些非常大领口的毛衣啊 或者说是针织单品里边 它的袖子 相比于前面那个针织衫 上衣来说的话 会短很多 我觉得也是考虑到了 它作为内搭的一个实用性吧 然后因为它自带胸垫嘛 所以呢 这件穿上身之后 你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去穿一些内衣了 再然后的话 就是我还入手了 这一个螺纹针织的超有弹力的抹胸 以及下面的这个超高腰的短裤 这一套的话 我觉得穿在身上就是 又很有辣妹感 但又显得很有气质 面料方面的话 就跟前面那个针织是一模一样的 但我觉得它相对来说 会更加的紧实 当你把它穿成一套的时候 外面再去穿一个比较oversize 搭建一点的外套 会显得很性感时髦 这个裤子的话 我因为它是一个超短款的设计嘛 我觉得在秋冬天 你穿一些稍微长一点的那种半裙的时候 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防走光的 这种打底裤来穿 也是没有问题的 再然后就是几件针织 以及毛衣的单品 可能在前些视频里面 各种都有稍微出现过一下 今天统一的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近期 我特别喜欢的一件紫色的针织毛衣 这个针织毛衣 我再给就换上 再给大家看一下 它上升一个感觉好了 换上了 怎么样 好不好看 太好看了有没有 它整个版型包括设计 你看肩膀这边有一点点抛抛秀 自带一丢丢宫廷秀的那种感觉 包括两侧前面的这一种 像是麻花辫一样的设计 真的很复古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那个simple retro这个牌子呢 在应该是秋天的一个单品了 版型上的话是上松下紧的一个收腰版型 这种版型穿在身上我觉得就是很自在很慵懒 低饱和度的亮色 不是那种出现在眼前哇 眼前很眨眼睛的那种感觉 面料方面的话 它是那种摸上去很软糯 又不容易起皱的 且弹性非常强的一个面料 总体就是很细腻柔软 然后能一秒打破秋冬沉闷感的一件这样子的彩色毛衣 simple retro这个牌子 我也是已经接触好多年的时间了 真的五六年以上了 然后他们每一季出新品呢 也都是会给我寄一些的 我今天反正就是趁他们黑舞活动好的时候 再挑出一些值得买的吧 跟大家分享 另外这一个小背心 看我vlog的朋友们应该也都见到过 然后我特别喜欢他们家推出的这个红色的衬衫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节日记的原因 反正最近我就蛮想要多入一些彩色系的那种单品的 然后大红色的衬衫也是我非常非常想要有的一个单品 不是说为了要有喜庆的感觉 而是真的很复古 当你把这种衬衫跟马甲背心穿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文艺复古的气息真的扑面而来 棕色的毛衣背心它既盖住了大面积的这种亮色系 让红色的色调整体变得也更加的柔和 并且这两个颜色穿在一起 你不觉得就特别有秋冬天的那种气息吗 然后这个衬衫的版型整体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同款的一个衬衫其实我还有一个白色 然后之前穿搭视频里面应该也有出现过 它整体的面料就穿在身上是有自己的一个很好的轮廓度在 不是那种非常踏软的面料 而且红色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无敌的显肤白 就显得你气色特别的好 而且它这个红同样不是那种亮度非常高的红 更加偏砖红色的颜色 我觉得对于黄瓶也会更加的友好一些 那除了说搭配这种棕色的毛衣小背心之外 你把它穿在一些宽松的很fluffy 很有容量感的这种毛衣里面也特别的好看 今年秋冬天另外一个配色的思路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红蓝配色 真的太有CP感了 搭配上这件蓝色的毛衣 然后你把红色衬衫的领口翻出来一些 同样也是我前面强调那个文艺复古气息 大家想象一下就这一套 然后如果你再戴上一个时髦的那种黑框眼镜 是不是很有上个世界就受新思潮影响的 女性的穿搭的样子 那这个毛衣也真的是他们秋冬天单品里面 我最最喜欢的一个单品 所以呢还特意要了两个颜色 因为两个颜色真的都很美 我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 它其实不是一个纯色的那种设计 是金丝浑纺丝光羊毛的一个材质 丝光羊毛的话 它就是那种比较物感的物状的羊毛纱 所以呢就能做出这种看上去特别融融的 然后软乎乎的感觉 看上去很厚重 但其实是非常轻盈的 然后上升的舒适度跟保暖度呢都非常的高 黄色这一件的话呢 它就是显得更加的清新 刚才那个蓝色我觉得会更加的文艺一些 然后我有特意要两个不同的尺码 黄色这件呢是一个小号 蓝色这件我是特意要了大号的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它们分别在我这个162身高上面整体的一个感觉 再然后要跟你们分享一个近期我买到的超级无敌满意的大衣 这个版型的大衣其实怎么说呢 我是首先看到了McQueen他们家的一件大衣 看上去真的版型太帅了 但是呢当我一看价格啊 3890美金 再见 所以呢我就一直在网上找 想说有没有稍微可以替代它的那种 平价的替代 但也不能说是多平价这件大衣的话 它大概是300多美金我记得 最关键的地方呢就是它整个版型实在太优秀 比较正比较挺的一个肩膀 然后呢往下延伸这边 它明明是一个超长款的大衣嘛 但是穿在我这个162的身高是完全可以hold住 而且那个修饰身材显高显瘦的效果 就让我自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都不觉得说 我是一个162身高的人 属于那种摆在那边你即便还没有试穿 你都会知道它上身效果肯定很好看 它的版型完完全全不需要靠人称 自己整个就很美 无论是你敞开来搭配啊 或者是直接扣上来穿 它的气场都是特别强大的 跟我一样小个子 但是想要在秋冬天穿出超模感的 这么一件衣服 唯一美中不足的可能就是面料 它面料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什么羊毛啊 这样子的含量的但就看在它如此优秀的一个版型方面吧 我自己觉得是蛮值得买 然后如果就黑五再加上打折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那如果你比较追求秋冬天大衣的一个材质 就它的用料啊是不是80% 90%羊毛这种 然后又兼具一个价格方面的性价比的话呢 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看的就是Petit Studio他们秋冬天的大衣 我收到的通知应该是他们黑五会做全场的这种七折 所以像我手上这种羊毛大衣打折下来的话 也就是200多出头吧 我个人觉得还蛮有性价比的 而且就比拿我手上这件黑色的 黑色跟鸵色拼接的这种羊毛大衣来说的话 它是80%的一个羊毛 然后还有10%的Muber Silk 上身它有一个很漂亮的那种光泽感 并且他们家的衣服同样也是我已经穿了好几年时间的嘛 总体呢就是会非常为咱们亚洲女生平均身高的个子呢去考虑 那今年他们秋冬天的大衣外套里面 我个人会就最推荐的应该就是这两件 第一件就是这件黑色的一个长款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双排扣大衣的设计 整体轮廓呢也是很宽松 领口跟插带以及背后上做了一些棕色颜色的color blocking嘛 又会比纯黑色的大衣呢看上去更加的时髦一点 然后80%的羊毛整体保暖度方面呢也是非常高的 这类型的大衣两个基础色的拼接 那么在秋冬天的搭配更是不用多说了 搭配什么东西都是很好看 另一款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一件浅色的格纹大衣 这款的话他们有推出一个短款 然后有推出一个长款 我觉得两件上身都是很好看的 他们整体版型都是会比较偏boxy的一个版型 相比于前面那件黑色的羊毛大衣比较起来 我觉得它是更加力挺一些 然后黑色那件的话它整体是会更加的柔软 应该是70%几的一个羊毛的含量 然后领口这边是做了一个类似羊羔毛毛的这种材质 并且呢如果说你那边冬天会特别冷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把这个领孔呢变成一个利领 因为这边还给你做了一个扣子 扣上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保暖的这种高利领的设计了 另外两个让我感觉特别有冬日清新感的 应该就是这两件毛衣 一个呢是这种米白色拼显蓝色 另外还有一个米白色配淡粉色的 先来说配淡粉色这件好了 这件的话它上面呢就是有那种特别大面积 但是不规则的印花在肩膀的位置上面 它这是羊毛跟马海毛的浑纺 同样是做的特别fluffy 看上去融融的 所以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它粉色的一个饱和度 让你看上去觉得特别的素雅 版型方面其实它设计的蛮oversize的 但是因为是一个很短款的设计嘛 下半身我觉得你去搭配任何的高腰裤装跟裙装 这件呢都是特别漂亮的 然后蓝色这件呢它是一个比较宽松 稍微偏长一些的高领帽衣 相较而言它是更加不挑身型的一个设计 尤其是对于上半身稍微比较有肉的女生来说呢 它的包容性是很强的 而且我很喜欢这种大面积的color blocking 在侧边的位置上面呢 还有做第三种颜色的这种点缀 并且做成了麻花辫的一个细节 至于面料方面的话 这件的质感呢也很好 它是50%的merino wool 然后呢50%的棉 整体的分量感会比前一件毛衣呢更加强一些 最后它们秋冬天的裤子里面 我个人最喜欢的应该就是这一条 它是一个羊毛西装裤 羊毛的含量应该也是有大概50%左右 上面的纹路呢 就图案是做的这种人字纹细细的 这样子的一个西装裤 在我看来啊就会显得很中性复古 而且是比较偏英伦复古的那种感觉 它穿在身上同样是一个很高腰的设计 整体的版型的话比较偏slim fit一点点 腰部这边还自带了一个复古腰带的设计 那么这种裤子我觉得很适合去搭配一些 可以扎在裤腰里边的上妆 OK那衣服这个类别 最后再来跟大家聊一聊 今年同样也是我自己买的很多的urban outfitters 我觉得啊 趁它们黑五 等一下我看一下它们黑五的活动是 黑五它们会做全场的七五折 那趁这种全场的活动 我觉得最值得去看的 首先第一个就必须是它们BDG这个牌子 BDG它们家就是出很多 我觉得版型真的很好穿的牛仔裤 今年一整年时间 其实我买的牛仔裤都不算多的 就往年我特别喜欢Ago那个牌子 今年其实我买了两条 但是上升的那种感觉 就是在我这个生产上 我觉得都一般 前段时间我还买了 它们今年还蛮火的那一条 就其中一个裤腿的大腿位置上面 有开叉设计的 就挖空设计 但那条裤子感觉 对我这种大腿腿为51.5的人来说 也不是很友好 可能站着的时候看着还好 但如果坐下的话 大腿那个位置的那个肉就会卡出来 就很尴尬 Anyways 那我今年买到牛仔裤里面 非常非常满意的 就是BDG的这一条 它是整体很宽松直筒的一个 偏男友风的牛仔裤 但它没有那些什么破洞的设计 穿上身 整体的那个 哇效果实在太好了 前后左右360度无死角 就从背后看也会显得腰很细 然后臀很翘的类型 长度在我的身高上面也刚刚好 下面你就去搭配一个厚底鞋 真的很好看 然后我不知道很多人是不是会跟我一样 总以为BDG就只有牛仔裤 但是它们其他的服饰类单品也蛮好看的 然后最近我有入手的就是这一件特别fluffy的毛衣 它是一个灰蓝色的颜色里面又夹杂着一些白色 可能拎在手上这样子看还看不出什么感觉来 但是这件衣服你一上身 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那个时髦度 尤其是搭配我前面说的那条牛仔裤 整体真的又时髦又高挑 明明是很日常的单品 但是穿出了一股特别强的气场 而且面料也是整个很柔软舒服 即便贴着皮肤穿呢 舒适度也特别高 看着这种特别fluffy是不是 但其实丝毫不掉毛 就是又好看百搭又平价 非常的有性价比 搭配上也是可言可甜 除了说搭配前面那个牛仔裤很好看之外 你拿它去搭配一些裙装 然后再去穿一些靴子 那它看上去又会更加的女生一点 有女人味一些 配饰类的话呢 先来跟你们分享一些迷松马的首饰 它们叫的首饰 其实原本我今天视频就想要分享两件 我当时趁它们双十一七五折就自己买的两个新单品的 但是后来它们PR又给我寄了几个单品 我想说OK那我就顺便拿在视频里面给大家一起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绝美的巴洛克珍珠月亮吊坠项链 如果跟我一样一直很喜欢它们家首饰 应该知道这个是哪一个系列里面的单品吧 Harris Reed这个系列里面的所有单品 讲真的我真的恨不得慢慢慢慢的把它们都攒齐 实在设计的太有味道了 像连吊坠的部分中间是巴洛克珍珠嘛 然后外圈呢都镶满了bling bling的告示 这种造型就会让你感觉说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会让我联想到水冰月的那一个变身棒 亦或者说是哈利波特里面 邓布利多送给赫敏的那一个可以穿越时空的小东西 是不是很有那种感觉 而且呢它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美 是纯银度18k斤的一个材质 我觉得这种项链就是平时单独把它作为一个毛衣链来戴呢 就很好看 然后平时如果你拿它去跟其他的项链进行迭代的话呢 它整体出来的感觉就会更加的华丽 另外一个我最近自己新买的就是目前我耳朵上面戴的 这一个珍珠吊坠项链 它是一个单颗耳环的设计 实在是太美 美到我无法用言语去形容 而且它的气质又非常的独特 它的造型其实是一个蛇形环绕在耳朵上的样子 镶满了白色跟黑色的告示 但它戴在耳朵上面其实是显得更加偏优雅内挂的 不是很野的那种气质 然后再加上这三颗巴洛克珍珠的吊坠 又能够稍微起到一点修饰脸型的效果 另外他们给我系的单品里面 我觉得跟耳环特别搭调的就是这一颗淡水珍珠项链 它是天然的淡水珍珠 所以你细看的话会发现每一颗都不一样 中间看似很没有规律的 还穿插了一些小金珠的细节进去 打破了传统珍珠项链的那种一体感吧 看上去也更加的有新意 显得非常的别致 这种项链也是属于那种你平时 无论单带啊还是说做两层叠带三层叠带 它都会显得很突出 然后让你的搭配的非常的有重点的款式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常年的销量王之一 这一个黑色小方块的项链 我也终于拥有了 它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小巧而精致 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到 但又显得很日常的 加上我平时自己也很喜欢穿黑色系的衣服嘛 所以呢它其实这样子的项链 在我的日常搭配当中的利用率会非常高 而且它虽然小吧 但整体很有分量感是很显质感的一个项链 收到之后发现因为它小小的一个 其实跟其他的吊坠穿到一起来搭配呢 也是特别的别致 能够带出一种撞色感来 会显得特别的独一无二而且呢有创意 再然后呢就是这一根非常漂亮的串珠项链 这一根其实也一直在我的wishless上面 但是因为一直我没有看到过实物嘛 真正收到实物之后我发现它整体用到的宝石都特别的漂亮 它是由珍珠母贝老虎石黑马脑三种组成的 然后中间呢有特别迷你的那种金色串珠串联起来 整体的色调非常的和谐 即时毛然后又给人特别天然的那种感觉吧 而且你拿它去做迭代的时候呢 它同样是一个视觉上面很突出的单品 尤其是当你把它跟不同体积感的那种项链迭代 层次特别利落而且鲜明 不会显得杂乱无章 而是非常的有重点 然后跟它迭代的这个粗链条的项链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 士米松吧他们家非常非常stame in peace的一个单品 单代就足够好看了 特别显大气的那一个类型 然后迭代的话同样是特别百搭好用的 再然后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戴法 就是它们的戒指其实迭代起来也是特别好看的 这两个戒指也是之前都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前边这一个呢同样是他们Harris Reel 那个巴洛克珍珠系列里面的 然后你看跟下面那个黑金配色的开口截搭配在一起 既精致又有细节 然后远远的看上去的时候 我以为是一个非常霸气的新款戒指的设计 七者真的是他们近几年以来 做全场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了 原本我以为他们会跟往年一样 就做全场的七五者嘛 然后当时双十一那个视频 我也是这么跟大家说的 但没想到他们临时决定今年做七者 所以呢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就信息方面的这个误差 然后今天视频呢 我有给大家准备好一对特别美的耳环呢 来做今天抽奖的礼物 就是他们Lucy Williams那个系列里面的 这一个非常热门的耳环 这个系列其实也是我最开始 接触到这个品牌的一个系列 当时就整体让我感觉眼前一亮 就很有大女人的那种气质 然后这个耳环也是他们家近几年以来 一直的一个热销款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的 然后这一副的话是全新的 我会在油管这个平台上面呢 选出一位小伙伴送出 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点赞今天的视频 在视频下方任意留言就可以参加了 到时候呢我会把这份礼物 美美的包装好给大家送出 希望呢你们可以多的来参与 接下来就是一些帽子啊 袜子这类的配饰 我就迅速的给大家过一下 先给你们看一点超级可爱的 Blackpink配色的花朵小帽子 它是一个渔夫帽的那种设计嘛 戴上真的无敌无敌的可爱 我觉得秋冬天拿它去搭配一些 特别慵懒宽松大件的毛衣呢 会特别的好看 这个也是在Urban Offitors上入手的 我觉得他们家的配饰里面 尤其是帽子袜子这些 也很值得就趁黑骨打折的时候 去看一看 选择非常的多 基本上各种类型都会涵盖 除了我手上这种渔夫帽 也会有一些贝雷帽啊 冷帽抱头帽等等 其他帽子的设计 然后另外最近我在他们家入手的 就是一个 你们乍一眼能看出来是干什么吗 它有点像是一个袖套对不对 但其实它是一个 就是那种套在你小腿上面的 既可以保暖 又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看的 搭配作用的袜筒 你下面就是穿一些厚底的lover 可以跟它同色系 也可以撞色 就比如说穿黑色 然后整体气质上面 我觉得很有学院风啊 然后Y2K的那种感觉 如果今年有喜欢这类型单品的话 可以推荐这个去试试看 另外呢 最近一个在他们家买的就是 这种秋冬天穿着袜子 直接踩在地板上的 然后呢又很厚实 非常的保暖 所以你平时在家里面穿它的话 就不需要额外的再去穿拖鞋了 同样能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保暖作用 而且这种粉粉的 又是粗针织的这种面料嘛 看上去就很可爱 让人宅在家里面的时候 心情也会变得很好 再然后就是优衣库 U系列里面的这顶帽子了 U系列在美国这边今年秋冬呢 它不是分两拨上新的单品吗 然后帽子这个单品就是第二拨上新才出的 帽颜这边也是有一个特别漂亮的这种弧度的 这样子的弧度呢 就能很好的去修饰你的脸型 而且它帽颜设计的稍微会比较宽一些嘛 所以呢会显得你的头跟你的脸都特别的小 再然后的话就必须是Kengu他们家的帽子 他家帽子我这几年应该有跟大家推荐过不少了 我如果说你没有试过他们家的贝雷帽的 推荐去先试他们家的贝雷帽 另外呢就是我手上的这种比较fluffy的冷帽 我觉得也是做的特别好看 它戴在你头上会觉得说 它是有一定容量感的 有容量感的冷帽呢 这样子才能够让你的脸跟头呢 看上去更加的小 才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修饰脸型的作用 再加上因为Kengu这个牌子 他们平时打折真的很少 也就是每年黑舞的时候 一些平台上面折扣力度呢 会稍微比较大一些 所以如果说对他们家帽子感兴趣的朋友呢 我觉得称黑舞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好的入手的时机 OK那今天的视频呢 又是一期从天亮录到天黑的视频 我知道信息量肯定很大 但是呢我会把每一个部分 详细的一个时间线呢 都写在视频的下方 大家就是可以去挑自己最需要的 最想看的部分去看就可以了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视频吧 然后呢记得要多多的来参与 今天视频的抽奖 最后呢再一次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希望今年的感恩节呢 你们都有自己爱的人 跟爱你的人在身边 有很好的朋友以及家人的陪伴 最后的最后 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然后让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